三构子 山歌子原为由客家传统山歌调当中 发展出来具有类曲牌性格 强调切分音节奏 娶活泼快乐的男女对唱山歌调 虽然哈杠耶生活环境的变迁 从前山歌 散党宠来当代却唱到盖鲁红 三构子对唱的戏曲曲种个性 也随着演唱文化空间的改变 变成了随枪随字转运的独唱型 或齐唱型的所谓散台条之一 一如其他两个山歌调 楼散构或彩茶调 偏白的巨构一样 强调四句八节唱的名 每七个山歌词建构在21121 当音 走 斗 两条 舞的诗词与拖枪上 形成了上下半句完整的散构子 散构条 音乐随时留意往前迈进的高昂感 切分词意清晰 委居装饰性的拖枪而不拙的音乐风 都是唱好散构子不可或缺的要素 哦 记得咯 这首由蔡旭峰老师编曲的 同声恶部散构子 六小节的仿传统锣鼓前奏之后 蔡旭峰老师仍依循传统一首完整散构子 两怕八句五十六个字的原样下去编曲 也就是虽然全曲 普世上标注分成ABCD四个大段落 此时从AB结合为一段完整的第一段28个字的散构词 CD两段结合成为第二段另28个字的散构词 ABCD各段之间一定会出现固定如前奏六小节的尖奏 Soujiné只会在诠释这首散构子时 必须了解具有非常形式美性格的乐曲 才不知让演唱者陷入无礼物中 只想把曲调唱出的美丽误会 每任期每段奸奏都是顽固的六小节 稍一不留意乐曲的切分节奏前进性格 往往也容易出现四平八稳果足不前的自我陶醉感 动然啊 别忘了蔡旭峰老师刻意地将主旋律 时而在第一声部时而出现在第二声部 从一额中的两声部维持透明平行的和声酶 更是该取追求形式美下的附加美学观 就会安拥啦